日本呢一直是台灣人出國旅遊非常非常喜歡去的一個地方 那我在前陣子呢也在日本待了大概一個禮拜左右 然後呢也拍了非常多的照片跟非常多的影片 所以在這部影片裡面我就幫各位整理了一下我這次 我上一次去日本的時候所去的一些拍照的景點 然後希望各位可以就是有興趣的話你可以把它收藏起來 然後在下一次去日本的時候呢就不用花很多時間在那邊整理行程或是早點了 那麼在影片開始之前依照慣例的如果你是第一次來到這個頻道的朋友 我是Jason我是一名自由健安攝影師 然後呢我的頻道都是一些跟攝影啊錄影相關的內容 然後會把我的攝影作品放在我的IG上面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我的IG check it out 首先第一個就是新宿 沒錯新宿這個地方呢算是你去日本一定 去東京一定要去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呢也就是歌舞技挺一番街的那個廣告招牌的所在地 那這裡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一定要拍的點 我覺得在新宿這個地方 你基本上拿了相機你想要拍街拍 你想要拍人像都非常非常適合 就是很有那種日本的感覺 你知道嗎很有一種 有點像Cyberpunk 但又沒有這麼現代化又融合了一點日式的元素在裡面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拍攝點 然後你只要在那邊周邊晃晃 基本上你都可以找到很多很適合拍照的地方 第二個就是東京大學 我跟你們講東京大學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就是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12月 那時候蠻多銀杏的 雖然已經稍微有掉一點銀杏了 但是還是算蠻多的 所以推薦各位可能可以在12月初的時候 或者是11月底的時候去東京大學 或者是說去東京 那時候銀杏應該是開得非常非常漂亮 基本上整個東京大學都非常非常好拍 然後我也做了一部 關於這個東京大學裡面接拍的影片 然後如果還沒看過的朋友 可以點影片中的右上角去看一下 總之呢東京大學校內 你想要接拍 想要人像 基本上都 我跟你講真的就是水手拍 都非常漂亮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三個 也就是富士山的三中湖 這個地方你可以直接看到富士山 然後湖中還會有這一個反射富士山 富士山的反射的倒影 就是非常漂亮 但是我當時到三中湖的時候 因為天氣不太好 所以雲都把富士山擋住 所以我就沒有拍什麼照片了 但這個地方還是非常推薦給一些朋友 如果你單純想去富士山周邊晃晃 看看富士山本人的話 山中湖是離他應該算最近的一個湖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散散步之類的 非常非常漂亮 接下來我們來到第四個 也就是 Lawson的河口湖站前店 這個點呢 也就是我那個 日出追尋者內部裡面 所出現的這個羅生 那這邊天氣好的時候呢 非常非常漂亮 然後你在 就是清晨 日出的時候呢 你也看到富士山的這半邊 他是被這個 日出的陽光照到 所以他變成紅頂富士山 就是真的是很漂亮 然後你拍完之後還可以跑去羅森裡面 買個渣機吃 你看多爽 然後呢 你也可以去羅森的富士 富士河口湖丁 一場前 就是我當天其實本來是跑錯點 我跑到我剛剛跟你講那個富士河口湖 河口湖丁一場前 對我去到這個 但當下看起來他其實也是蠻好拍的啦 只是後來我們就跑去那個河口湖 站前店 對 反正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兩個都去 兩個都拍 再來是 這邊呢 我當時是直接開車上去 但你如果沒有租車的話呢 如果是沒有租車的盆盆 你可能就要用走的 然後用走的話會比較累 比較遠 因為其實富士山呢 他的周邊啊 就是 他的點跟點之間距離 其實都蠻遠的 如果你是搭那種大眾運輸 比如說像公車之類的 你就要 抓好他的時間跟體力 但是我不確定 公車有沒有到這個 河口浅間搖擺所 我不確定啦 所以交通方式的話 各位可能要自己的查一下 或者你就直接租車 然後在富士山這周邊 玩個一兩天 我覺得富士山周邊蠻適合 待一個 蠻適合待個一兩天的啦 就是真的蠻好玩的 再來第五個就是 新昌山浅間公園 那這個點呢 我自己是沒去 但是他是一個非常經典的這個 他日本那個廟是什麼 神寺還是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你可以拍到這個廟跟富士山的這個構圖 就是蠻經典的一個 一個拍到富士山的點 所以反正我覺得你如果都去富士山周邊了 你就 都去吧 反正我記得也是蠻近的 就是距離那個 河口浅間搖擺所 是蠻近的 OK 接下來就是日川計時店 那這個地方也是一個非常經典 就是 拍富士山那個地方 那這裡呢 我有一部那個300萬觀看的reels 就是在這邊拍的 然後 也要告誡各位一下 因為這邊遊客真的非常多 然後當地人都有點不堪其擾 然後如果你要拍照的話 記得不要跑到馬路上 就是我當時拍的時候 雖然是馬路上沒錯啦 但是 那時候我是等那個 人行道的紅綠燈 變綠的時候我才 才拍那個才讓我朋友在那邊跑 但 一般來講你還是要走在斑馬線上面 所以我算是做了一個不太好的示範 所以告誡各位就是你要拍的話還是要小心 你的安全 就是注意安全 那這個地方呢 很適合用這種 70-200的鏡頭來拍 因為他 這種 街道跟富士山的壓縮感 非常非常棒 你可以把富士山拍得非常非常大 然後 然後另外也很多人在問這個點 那這個點呢 說實在的話 他其實就是那個日川計時店 就是那個拍攝點的那個十字路口 旁邊的左邊那條路 走進去的右邊 我那時候就只是單純停車停在那邊 然後走到 那個日川計時店拍照點那個地方呢 途中我就無意間發現了一個 遠處是富士山 然後 前面有一條路的 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呢 你就不用去擔心什麼 有沒有車啊 還是什麼 因為那邊比較沒有人會經過 然後那邊也是算有小巷弄 所以在這邊的話 你可以想怎麼拍怎麼拍 你讓Model在這邊跑來跑去都可以 非常非常安全的一個地方 接下來就是 蓮艙 或者是 櫻木屏交道 簡單來說 整個蓮艙 都 非常 好拍 因為這邊 他的 無論是街道啊 還是什麼都非常非常乾淨 然後 因為蓮艙 他是靠海的城市 他算城市嗎 應該算城市吧 不然因為他靠海 然後他海就是非常漂亮很乾淨 然後你如果特別想拍 螢幕屏交道的話呢 他在 我看一下 蓮艙高校前 就是如果你想Google的話 你就要Google這個名字 蓮艙高校前 然後就可以看到 那個 螢幕花道裡面的屏交道 但是呢 這個地方 非常非常多人 很多人在那邊排隊 等著那個火車經過 然後拍照 那 如果你想排的話 如果你時間充裕的話 你就 稍微排一下也無所謂 但是如果你不想要跟這麼多人擠 然後拍一樣的點的話 你可以 在面對這個 螢幕屏交道的右手邊 稍微走個幾分鐘 大概兩三分鐘三四分鐘左右 你就可以來到另一個屏交道 但是這個屏交道呢 基本上都不會有人 這是我朋友跟我講的 因為那天我沒有去到那個地方 我就直接走了 這裡呢 跟螢幕屏交道也非常非常的像 你不講 甚至大家都以為這是螢幕屏交道 但是重點是這邊 不會有人跟你擠 不會有人在那邊跟你搶 那個位置 非常爽 你就可以想怎麼拍 就怎麼拍 然後呢 另外提一點 這個 蓮昌這個地方呢 它的夕陽 非常漂亮 我那天 就是 跟我的朋友 在那個 因為蓮昌 它是一個 我不太知道怎麼形容 它是一個靠海的城市 它就是 整片都是海邊 然後你就是在城市上面 然後呢 我那天就坐在這個咖啡廳 然後邊喝著我的飲料 邊喝著咖啡 然後 看著遠處 那個夕陽落下 真的超級漂亮 而且 在蓮昌這個地方呢 你遙望過去 可以看到富士山 所以整個體驗呢 非常非常棒 所以建議如果有去蓮昌的朋友 就算不是拍照也好 你也要待到夕陽 就是它的黃昏落下的時候呢 真的很漂亮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 日本 也不算東京啦 反正就是我上去日本的一些行程 拍攝景點 推薦 那希望各位 就是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把這部影片的點都收藏起來 然後我先預祝各位如果有去 日本的話 就是 旅途順利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